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那天早上就是接了一张大生意 到同行那里筹集了大概有16万欧元 男子携带16万欧元神秘失踪 视频监控发现白衣男子行动诡异 当时他的一个整个状态 就像我们正常的人喝醉了酒 三个小时包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迷药一线即将播出 2013年6月8日 温州市路程区的王女士 有事情找哥哥商量 但哥哥的手机一个下午都无法接通 电话就一直联系不上 打他电话也没人接 就身上没有带着这么多钱 家里人就比较紧张了 因为早上哥哥带了16万的欧元出去 这些欧元和人民币100多万元 哥哥却一直联系不上 一种不祥的预兆涌上他的心头 今天早上就是接了一档大生意 到同行那里筹集了大概有16万欧元 哥哥身上带有这么多现金 却联系不上 王女士立刻到公安局报了警 很有可能已经被侵害 或者出了不好的情况 然后我们立即就是说 启动重特大案件的反应机制 失踪人员王成康 现年48岁温州本地人 没有稳定的职业 长期从事非法的外汇买卖工作 他平时其实活动还是蛮有规律的 他大部分都找上 找银行各大银行门口 找那些就是需要对方外币的人 来对方外币 就是活动范围就是银行这一代 王成康的妹妹说 哥哥就在自己家附近的几个银行活动 当天有人要换16万的欧元 早上9点多 哥哥就骑着电动车出门了 根据这个情况 民警在银行附近进行了走法 我们了解到了这个 当时这个失踪人 他是就是说是 拿了16万元到欧元 当时从这个银行那边 自己骑着一个驻动车 独自一个人离开的 离开的 之后去哪里呢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跟谁去交易呢 也不知道 根据初步调查 警方感觉到案情重大 很可能王成康已经遭遇不测 警方立刻承认了专案组展开调查 这种可能 一是可能会是收音作案 收音作案 可能会不排除有这种 单纯的个人的私人矛盾 以这种方式来抓 警方首先对王成康的家人和邻居 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他以往 以及近期 是否存在一些近期纠纷啊 或者说矛盾上 个人的一些恩怨上 是否存在引起 能够达到引起 谋害他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平时人也比较老实 做生意应该也还比较和善的 所以跟平时 平时也不跟人发生什么争执什么的 没有什么矛盾 跟邻里之间也没什么矛盾 据王成康家人反映的情况 王成康近期并没有和人发生过矛盾 因恩怨被报复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所以我们到最后 把整个工作的重点 就放在了警察性的案件上 因为他随身携带着大量的现金 警方推断 王成康的失踪 肯定和他携带着16万欧元有关 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侦查方向 案件也上报到了上级公安机关 监控技法 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段 对传统的打房工作的 一种有力的支撑 我们许多案件啊 这个监控的视频资料 很大程度上 能够弥补 我们在排查 反问 群众提供线数当中 存在的不足 警方决定 根据视频监控 去寻找王成康当天的活动轨迹 从中打开案件的突破口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看那个银行外面公安监控 就画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这个后来我们正式就是王成康本人 他是就这样过来以后 然后进了这家银行 这个建设银行 对 民警发现 上午10点多 王成康曾在这家建设银行活动 之后10点40分 他骑着电动车离开了这家银行 按照他活动的轨迹 警方一路寻找下去 然后呢 就是说 看着这个对象 这个我们这个事工的人 一直就是说是 都是一个人开着摩托车 来到了 从人民路 一直骑大概 骑个大概20多分钟 这段监控 就是当天上午10点57分 在荷花路与莲花路交叉口 王成康骑着电动车路过的画面 这个戴黄色头盔的就是王成康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之后跟踪的 一直到他那个 拉方舍的监控路向 这里我们看到 王成康进了这家拉方舍 这是一个茶舍 喝茶的地方 对 喝茶 你可以吃饭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 适中的那个人 对对 这个我们后来就会变得 就是王成康本人 这就是当时的监控视频 上午11点04分的时候 王成康骑着电动车 来到这个叫拉方舍的茶餐厅 锁好自己的电动车 他进入了这家茶餐厅 然后之后我们通过去茶餐厅的 那个里面的路向监控 发现王成康进去以后 感觉是好像找一个人 王成康进入茶餐厅后 发生了什么 由于包厢里没有监控 民警不得而知 民警对这家餐厅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走访 来到一个包厢 当时这个包厢呢 我们也是通过服务员的访问 以及里面内部的监控 看到了同时呢 也有另外一个男的 跟他一起 事先先把那个包厢开好 然后两个人就待在包厢里面 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午的设计 据服务员反映 当天上午11点10分左右 王成康进了一个包厢里 有一个男子在等他 两个人一起吃着午饭 直到下午2点多才离开 只能一直看那个出口的 拉方车出口的监控 一直到下午2点多 我们看到王成康 跟另外一个男的 就是之前我们调查 从没出现过的一个男子 一起从拉方车走了出来 我们从画面里可以看到 下午2点13分 王成康和一个白衣男子 一起走出这家茶餐厅 二人一共在茶餐厅 待了三个小时10分钟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尾随着失踪人员的 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男子 这个我们根据我们前期的 这些调查之后 发现这个人应该是 不属于我们失踪人员 平常所接触的这些熟人 这拉方车那个监控 当时只能拍到他的背影 大概只能确定 他的身高在1米7多一点 穿了一点比较浅色的短袖 但是其他一些提报特征 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首次出现的白衣男子是谁 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王成康的失踪 和这个白衣男子有没有关系 这都是谜团等待着警方解开 民警经过对这段视频仔细分析 从中发现了异常 出来之后呢 当时这个状态是 我们天空上看到这个状态是 我们这个失踪的这个人员 他是被这个可疑的这个对象呢 是扶着 扶着 这样子就是说 鹦鹉上就亮亮呛呛呛的 走到了这个门口 民警发现了两个细节 第一 王成康刚出餐厅的门口 就认错了自己的电动车 蹲下去开锁时 发现不是 之后才找到了自己的车子 但却并没有急走 而是放在餐厅门口 第二 王成康走路时 亮亮呛呛 像喝醉的酒一样 一直是白衣男子掺着他 当时他的一个整个状态 就像我们正常的人 喝醉了酒 这样的一个情形 走路呢 亮亮呛呛的 根据视频监控 民警推测 这时的王成康 大脑可能已经不怎么清醒 也许是喝多了酒 或者发生了别的事情 他已经无法骑电动车了 这个白衣男子 扶着王成康 一直走到了马路边 等候出租车 应该说被害人受到了某种 受到了某种药物 或者说其他的一种食物 所导致的他身体上一种不死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两人在路边 拦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 一起上了车 这也被不远处 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了 这就是失踪人员王成康 当时乘坐的那辆黄色的出租车 根据车牌号码 已经找到了这辆出租车的司机 那天下午 我就是在那个茶室那边 拉了两个男的 然后他们上了我的车 说要到江宾路那里 然后当时两个男的 一个跟我说话 一个我看好像迷迷糊糊的 经过调查 司机的说法和民警的判断 完全吻合 坐在车里的时候 他另外一个 就是迷迷糊糊那个男的 靠在另外一个男的肩膀上面 我看他反正不太说话 因为都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出租车司机特别留意 我们的被害人 他的表现相当异常 讲话讲不清楚 讲话讲不清楚 行动在行为上 基本上是靠那个陌生男子 把他搀扶到出租车上 这时失踪的王成康 已经两天没有音讯了 警方也在外围寻找相关线索 包括我们温州市区以外的 其他一些公安机关单位 让他们帮助我们 发出我们发出协查之后 让他们帮助我们来寻找 有类似的 类似的案件 或者说有其他的无名师啊 解查通告发出去之后 也始终没有无名尸体出现 也没有王成康相关的信息反馈 案件只能依据视频监控 继续往下寻找 后来我们到了那个 江北路那里嘛 两个人一起下了车 就是这样 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两个人到了滨江路 一个小区下了车 根据司机反映的情况 通过监控 民警又找到了两人的踪迹 这辆黄色出租车 他开过来两个人下车 下车以后没有去其他地方 那个我们后来查问 那个对象就是 他自己的车就停在 这辆出租车的旁边 后来两个人就上了 这辆出租车 而是这辆他自家的那个车子 下午2点20分 两人到了这个小区 上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凯美瑞小轿车 在车上停留了6分钟左右 2点26分 这辆白色的小轿车开出了小区 但是从监控 因为监控当时比较模糊 没办法担心这个司家车的牌照 然后奇怪的是 他两个人上了司家车之后 司家车在江滨路上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他原先停放的地方 民警在查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这辆白色的凯美瑞轿车 出去兜了一圈 4分钟后 也就是2点30分 又回到了小区原来停放的位置 所以我们当时感觉 这个是不是放这些人故意的说 不使用自己的车辆 以免造成比方说 被我们官机关或者说 监控录像所记录下他的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当时也考虑了一些这些情况 2点40分 这个白衣男子和王成康一起 又打了一辆出租车 离开这个小区 驶向郊区 继续跟踪第二辆出租车 当时发现这辆出租车 不是沿着我们正常的出租车行进行进 它是在市区绕了一个弯之后 又到了我们市区的景山 景山公园附近 景山公园附近 而且是沿着一条小路直接上了山 出租车在温州郊区 一个叫景山的地方消失了 两人的踪迹 自此就再也没有在市区出现过 因为这么长时间 手机还是原因不上 原因不上 可能已经遇害了 或者说被他控制了 或者没样子 分析可能是这个原因 通过对失踪人员王成康 一天行动轨迹的追踪 警方基本已经了解了 他失踪前的这一天活动轨迹 王成康是早上九点出门 在这家建设银行活动一个多小时 十一点左右离开银行 十一点十分来到这家茶餐厅 和一个白衣男子吃了一顿饭 停留了三个小时 下午两点十三分走出餐厅 王成康已经神志不清 在白衣男子的搀扶下 打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滨江路一个小区 上了一辆白色丰田凯美瑞私家轿车 十分钟后凯美瑞轿车又回到小区 两人又打了一辆出租车 消失在郊区的景山附近 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 找到这个男子 基本上可以了解到 王成康失踪的这个事情有关系 王成康这一天的轨迹 一直和这个白衣男子有关 种种迹象也表明 这名白衣男子有重大嫌疑 案件的重心转移到 寻找这名白衣男子身上 没有实际的清晰的画面拍摄到 我们犯罪嫌疑的面貌 面貌 但是从他的整个行径轨迹来讲 他应该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 找到这个白色的丰田凯美瑞轿车 就能找到这个神秘的白衣男子 根据当天下午轿车 在这个小区出去的轨迹 警方的周边的主要路口进行了查找 最终在我们的卡古这个方向 清楚地拍到了自家车的牌照号码 这个车主当时是有身份登记的 身份登记以后 我们马上就说演判了这个人 当时通过监控上面看到的这个人 跟车主资格的照片一对一下 经过查询 丰田凯美瑞车主名叫于丽 五十岁温州本地人 他是不是监控中的白衣男子呢 就是这个 就是跟失踪这种在一起的 这个可疑的对象 就是这个车主 就是这个自备车的这个车主 这个身份 确定了他所住的一个地区 警方决定 立刻抓捕行业人于丽 6月9号的晚上 就是说在于某的家的楼下 把这个于某呢 就是把他给抓错 抓获了 抓获之后呢 这个对象呢 刚开始呢 他呢就是说 就自己这一块都不承认 于丽落网之后 百般抵赖拒不交代 但警方很快就到他家 搜到了16万的欧元 并向他出示了当天的视频监控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余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就是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失踪人 当时已经被他已经杀害了 根据我们犯的嫌人 他的交代 应该是他的经济上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亏损 比较大的亏损 而且呢是以正常的方式 就是没有办法 去还清这笔债务 余力落网后 在他的带领下 警方在这个山坡上 找到了已经被害的 王成康的尸体 据余力交代 他其实早有预谋 并且在案发前 已经准备了作案工具 他谎称 要换16万的欧元集用 约了王成康 来到这个茶餐厅进行交易 然后在整个茶座过程当中 我们犯罪行人 就在被害人的茶水当中 茶水当中 偷偷地灌入了两瓶 他所购买的乖乖水 在吃饭的过程中 余力在王成康的茶水里 偷偷下了迷药 两个小时后 王成康大脑开始迷糊 余力把他骗到 温州附近的荒山中下了手 目前嫌疑人余力 已被温州检查机关 批准逮捕 而这些案件 完全靠现代科技的 监控技房破了案 他们作用者 能够感受到的 这种综合人坊和监控技房 实际上对他们来讲 是一种威慑 是一种正式 对我们心情形势下 人口大流动 信息化 动态化情况下面 提高我们的打击和防范的效能 是非常重要的 酒店门口出现神秘人物 行动缘和鬼鬼祟祟 如果你拿到网上去查的话 那么也是怎样 所以你从外观上看 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经理调查 异地办案 遭遇重途困难 能否找出幕后黑手 不是网上 就是用万月记 什么都是在机场上去看的 酒平米的秘密 一线即将播出 2013年春节 浙江省长山县公安局 方村派出所民警施文杰 在一个村庄走访时 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有村民跟我反映 就是这个正火木 在 他是做这个 回收这个 飞天茅台 以及这个五粮液的 这个包装的 村民反映 一个叫正火木的村民 长期在长山县的高档饭店 收购空酒瓶 自从正火木做了这个生意后 短时间里 家里就盖起了楼房 买了私家车 这个信息 引起了施文杰的重视 他立刻向局领导 进行了汇报 我们就 认真地进行了研究 觉得 在这个当中 有 这个 可能涉及掉 很大的 这个 销售 假冒伪劣 这个 白酒的一个团伙 警方推断 回收旧的高档酒瓶 可能和假酒有关 长山公安局决定 立案进行侦查 警方发现 正火木定期到酒店 收购高档酒瓶和包装 之后就运到了杭州 后来是发现 他主要的活动地 都是在杭州这边 像这种节假日 像中秋 可能过年时候 可能会回到渠州这边 回收一些包装 而在侦查中 明警发现 正火木为了扩大经营 在渠州本地 还发展有下限 我们之间 渠州 有一个下降 叫郑孝城 然后 今年4月份 我们就重点围绕的 郑孝城 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 郑孝城 就在站店 收购空酒瓶和包装 定期卖着正火木 这些包装 是如何收购的呢 警方秘密传款来 郑孝城 一定要人家客户 喝过一次 然后他那个盖的什么东西 不要开坏的 就是完全完整的 没有省号的 没有刮痕的 这样子 郑孝城说 杭州的正火木 是他的上家 他到饭店 收来的包装 都通过物流 发给杭州的正火木 正火木 把钱打到他的账户上 当时你们收一个 五粮液的瓶子 然后收一个瓶子 多少钱 能卖多少钱 收一个 就是好的话 这样一般的 就是十块一个 然后如果有一个箱 有六个袋的话 那这么一种 他可以卖掉 两百二左右 郑孝城说 五粮液的瓶子 和外包装 收一套二十块钱 一箱六瓶 一箱收购价 一百二十元 卖给正火木 给二百二十元 自己能挣一百元 那么 这些凝结的包装 最后又流到哪里去呢 发现正小成 不但有一个三角 是这间杭州的 正火木 还有另外一个三角 是北京的 叫刘阳 据正小成交代 他收购的包装 一部分卖给杭州的正火木 而正火木的上线 是北京一个叫刘阳的人 有时候 他也绕过正火木 把另一部分酒瓶通过物流 直接卖给北京的刘阳 然后他价格出的高一点 他说他直接卖到北京 他有市场的 有人专门做这种包装生意的 刘阳今年二十七岁 湖北隋州人 租住在北京大兴区的一个村庄 警方通过物流公司的调查 发现杭州的正火木 和北京的刘阳 也有密切的来往 警方决定到北京 对刘阳进行调查 想想一个出租房里面 然后发现这个 有这个出租房呢 它是 其实它是24小时 灯都开着的 一直都亮的 然后不停地有人进行出租 经过一个星期的跟踪手后 警方找到了刘阳 生产假酒的窝点 把那个酒店里面 维收的这个酒瓶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再把那个酒 灌张进去之后 那么就是把这个瓶盖压上去 警方通过外围走访 和跟踪调查 发现刘阳和他的叔叔 刘军一起 招募了几名工人 在北京大兴 一个偏僻的仓库 生产假酒 而且生产的都是高档假酒 滴蛋酒 把它倒在这个 收购来的空的 这个茅台 五粮叶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用这个 液盖器啊 假的范围标志啊 这个贴上去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刘军刘阳叔之俩 利用收购来的 空旧酒瓶和包装 把40元左右的金六福酒 装进五粮叶的瓶子 把100元左右的茅台王子酒 装进茅台酒的瓶子里 那么从口感上来 一般人也很难分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茅台酒 就是用茅台镇的 那个茅台王子酒 也是加相应 那么它灌装进去之后 你喝起来的时候 口感就是差不多的 灌装完之后 这只是生产假酒的第一步 他们还要加上 假的防伪标志 如果你拿到网上去查的话 那么也是真的 普通老百姓 你几乎是红手喝这种酒的人 那么你根本方便不出来 你都认为是真的 那么刘军输职的假酒 生产出了之后 又被卖到哪里去了呢 警方继续展开调查 我们通过尼产查询 后来一发现 山东的建树的 就是下线了 就是那些销售的网络 警方调查中发现 刘军在北京开了一个 明酒批发部作为掩护 面向全国销售假酒 他通过这个 他有QQ 微信 还有淘宝 还有很多这种方式 各种各样的方式 连接这些下线 刘军和刘洋 通过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 推销他们的假酒 其中 给他提供包装的正果木 正孝成 也是他销售的下线之一 就是那个刘军 贡过几次货 有五六十斤吧 五六十斤 六七十斤 六斤的是什么呀 就是基本上都是五两一 在茅台都可能也经过几斤 就这样 通过正孝成这样的下线 这些假酒 又回到了酒店的售货架上 为了扩大销售量 刘军还在全国的 糖酒交易会上浑水摸鱼 江西的白酒经销商邓万军 就是在成都的全国糖酒交易会上 认识了刘军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刘军和刘洋的假酒销售网络 涉及到全国多个省份 那么 这一瓶成本在一百元左右的假酒 它批发给经销商多少钱呢 那么这个整一箱六瓶酒 那么他们成本也只不过是四五百块钱 那么进去之后 那给批发商的时候 那么一箱酒就是要达到一千了 那么批发商买出去的时候 到了消费者的时候 那一瓶酒就是一千了 那么就是这种概念 警方根据跟踪调查 发现假酒的运输环节 主要有两种运输方式 山东发到江西 或者从北京发到安徽 它主要是通过流 因为比较远路途 第二种形态 就是隔壁省市的 几百公里范围之内的 基本上是有自驾车 直接配送 然后拉到之后都是现金交易 案件从长山的正果木引发后 经过几个月的排查 整个甲酒的生产运输销售环节 都已经调查清楚 这时案件又回到了当时人正果木身上 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 警方发现 这仅仅是案件的冰山一角 我们发现 这一火木在没有酒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酒销售完的时候 没货的时候 那么它是到福建一个叫张天堡的 这个同安饭这里调货的 警方发现 正果木收购酒瓶只是一个幌子 目的是为了扩大甲酒的销售量 它是专门经销甲酒的 它还从一个名叫张天堡的福建人那里 购买甲酒 那么我们也把经常的目标 锁定在这个张天堡这个身上 那么通过梳理它的关系里 我们发现张天堡这个家族 也是做甲酒生意的 张天堡 福建常乐人 32岁 在杭州开了一家洗脚店做掩护 从事甲酒的批发生意 它表面上是做足异 但是它私底下就是 可以说是杭州大部分 这个甲酒市场 它占了一半 这个张天堡 张天堡有整套的生产甲酒的设备 自己在杭州生产甲酒 货不够时 就从她的老家福建调货 还有一个姓陈的一个女的 在单地福建 租了一家工厂 租了一家工厂 里面雇了六个工人 专门从事 甲的 高档的 甲五粮液 甲茅台 甲水警团 我们查到陈美双 包括一个作用户 这两个人 都是为张天堡提供技术支撑的 陈美双女40岁 福建泉州人 警方在物流公司调查时 发现福建的陈美双 与杭州的正伙墓 有过业务来往 给他发过货 警方又前往福建展开了调查 福建这边 它不只是飞天茅台 或者是五粮液 包括建南春 梦酒 然后它这个品 还有很多红酒 包括那些羊酒 很多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在福建泉州 警方又发现了一个 以陈美双为首的 甲酒生产窝点 它的规模 比北京的刘军 刘阳的生产窝点还要大 它这个产房里面 铺了六个更连 六个更连的里面 有整套的包装盒 假的包装盒 生产的 还有假的范围标志 还有吹线机 这个 这个压瓶器 警官打印机 这些整套的 这个包装 都是 配齐的 警方发现 它和北京的刘阳一样 念向全国发货 销售甲酒 它专门有个销售员的 那么它销售员是带着名片 那么到各地的 这些小商品市场 就发名片的时候 就给你店主 讲清楚的 我有高房 茅台 五两月 邓高单酒 那么如果有人跟他联系 有销售商跟他联系 有批方商跟他联系 然后整批的五十箱 一百箱这么发出去 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 警方发现 这个甲酒的网络非常庞大 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通过这个一步步的侦查以后呢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网络的特别大 整个犯罪这个网络 因为涉及到全国十多个省市 就是像蜘蛛碗一样的 你任何一个点 一动的话 整个蜘蛛碗要动 到时候可能 你这个案子要办 扎掉的了 案件是2013年1月15号 开始侦破的 警方决定成立115代号的专案组 由于案件涉及到其他多个省份 长山警方向上级公安部门 进行了汇报 就觉得像 取搜市公安局 浙江省公安厅竞争准备 还有我们公安部竞争局 第二次总队 进行了专题的汇报 主要是 还是打这个产业 我们是以中间 打中间向两头 特长开发 就以这个 把这个运输 生产的 运输的 销售的 他整个的话 就把这个链条跟他切断了 公安部竞争局决定 案件由长山公安局负责侦查 在所有案件侦查终结之后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极群战役 那么为了不打草精神 特别是在这个 落地查控这个能源 以及它的销售网络的时候 那我们都做到了 这个单独的 跟相关的这个 公安机关的能源的 一对一的联系 确保线索不扩散 不惊动射假造假的能源 经过四十多位民警 五个多月的侦查 加上涉案当地公安机关的 大力配合和支持 案件的整个网络 已经摸牌清楚 四个地方自家物理 包括销售的 比如说山东的 在安徽的 再包括我们 江石的 再还有那个自家的 在这北京的这些销售网络 也给它能源 经过侦查 发现了有涉及九个省 二十一个地市 这个都有存在 这个销售网络 为夹酒生产 提供配套服务的 外围生产厂家 也被调查清楚 再反过来查他们的 那个包装盒 和那个防卫标签 瓶盖这一类的 那么就把江苏的 再和那个四川的 这样的整个 那个这个网络 那我们是比较清晰了 截止到2013年6月 这个涉及全国九个省 二十一个城市的 特大制售甲酒的网络 被彻底查清 涉案的所有嫌疑人的身份 也被全部调查清楚 2013年6月14日 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 全国涉案九个省 二十一个城市 采取了统一行动 在行动中 郑火木 郑校成 在浙江落网 刘军牛羊 输职 也在北京落网 整个生产 销售 运输甲酒的网络 全部被摧毁 抓了 总共抓了56名 犯罪协议员 经过九省 二十一个第四 民警的共同的努力 终于摧毁了 这一个特大的 生产假冒 明特商 白酒的案件 缴获 涉案价值 六千余万元的白酒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